第一個動作 手往上的時候 我建議大家 手肘不要開太大 手肘小一點點 不要超過你的肩膀 然後往上的時候 停在任何位置 肩膀 不要鬆起來 讓肩膀鬆鬆 寬寬的往下掉 有一天 它會越來越直 眼睛往上 把你的心眼往上 看起來能收大摩子 錯誤示範吧 半日式裡頭有兩個前彎 第一個前彎 往前 第二個前彎 下雪式 無論如何這兩個前彎 記得都是從你的寬開始 所以盡量感覺是身體往前轉對折的感覺 而不是脫背 不要脫背做前彎 自然而然的 從你的寬 有問題的同學 辛苦的同學 可以膝蓋多彎一點點 一樣 還是可以做到前彎 吸氣頭抬 吐氣往後 到下雪式 一樣 盡量被拉手 推肩膀寬寬大大 屁股 推高推遠 身體盡量直直的 接下來跟大家講一個小技巧 你可以用一個動作叫 來幫助你的前彎 進步 一開始你可以膝蓋彎很多很多 然後手 勾住腳大的股指 勾勞了之後輕輕的拉 腳往下踩 也許肚子碰到大腿了之後 你可以慢慢的濕著 往下踩 讓屁股再高一點點 你可以在這邊練習 伸展腿的後側 練習讓身體延伸的放鬆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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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